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你听起来有点糊涂啊 就是有点混乱 但我换一句话来跟你说 就是华为之前我说过我们不会造车 但如果你把这个造字单独提炼出来 就是我们真的不会去生产一台车辆 但其他方面我们可能会介入更深 来去把华为的一些技术融入其中 我觉得这么说完之后 你是不是就大致能理解了呢 那好 那我身旁的这台车 就是他们的第一款产品 中型的SUV的问街的M5 关于这台车整个的造型啊 你第一眼看完之后确实会觉得 好像它跟赛利斯的SF5的相似度还比较高 但是在一些细节的元素上确实有不同啊 包括前包围的设计 两车日间行车灯的样式 包括它全车的都这个新的品牌logo 以及尾部的尾灯中间 会有Ito的这个字母来进行一个区分 那其他方面其实跟赛利斯的SF5的区别就不大了 那当然了如果你想了解这家车 更详细的一些外观设计的这种理念 我觉得你可以点开我们旁边的另一个视频 它在里边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这次呢我的视频 我更想聊两点比较重要的东西 第一点就是它的车机系统 因为毕竟华为的一个深度赋能 所以它采用了一个鸿蒙最新系统的 这么一个车机系统 所以这点我们要好好体验体验 那第二点呢就是 这次我们也有机会能在场地内 进行一个简短的试驾 来稍微感受一下这台车的一些动态表现 所以我们这次的聊的两个重点就是这些 那接下来我们进车内直接去看看它的车机系统 那来到车内呢 我们看到这套多媒体系统 其实它整个的界面的UI设计 以及这种使用的操作方式 确实很令人熟悉啊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华为手机的用户 我方手机也同样是鸿蒙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这套整个的车机的操作方式 和它的这种使用的感受 我觉得是基本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对于华为手机的用户来说 确实是比较贴心的一个功能 那有一些的一些小的功能 我觉得跟大家要提一下 第一点呢就是底部的它这个标签页 那标签页呢是可以完全一个自定化的一个操作使用的 就是如果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可以无限的往后添加这个标签 把任何你常用的这些功能都可以放在里边 甚至包括你的华为的平板啊 甚至华为的手表啊 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它的这个操作这个标签的一个小细节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把这标签添加的特别的长 那接下来你其实去在滑动的时候 它是会当你第一一下操作之后 它会一直滑动 当看到你需要的这个功能之后 你点一下它就会停下来 其实这个操作啊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太习惯 但其实这东西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算法的东西 所以华为把这些它的这个技术会用在这里 我觉得使用起来之后 如果你是一个华为用户 我觉得还算使用起来比较顺手 另外呢其实要提的一下 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花瓣地图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打开这个花瓣地图之后 它的地图的整个的核心的地图包是高德的地图包 但是它在一些细节的这些功能上 是用的 是自己专门为这台车车机定制的那么一套系统 其实使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包括我如果在导航的时候啊 如果现在我起到主街页面 使用其他的AVD啊 包括华为应用 可以看到它会把这个导航的地图 放在右侧的一个分屏那里显示 而左侧会用的是你现在目前主要使用的 这么一个AVD 那还有一点 其实关于这套车机系统 就是刚才也倒提到了 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背景的那个界面 其实是有很多华为的这些手机的壁纸 来在里面应用的 如果你是有自己的这个图库的话 手机跟它有连通之后 你是可以完全使用自己的这么一个桌面 我觉得这个还是让你能使起来 会对于华为用户的那种亲切感会更好一些 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它的这个手机投屏功能了 我觉得刚才我也大概体验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现在我已经是在一个投屏状态了 那投屏状态下 你看基本是如果是华为手机 它会把很多的这些你自己手机内的AE 非常完整的会列在这里边 而真正使用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的卡顿和这种 有那些适配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华为手机 甚至是平板啊 包括手表的用户 我觉得对于电载车上手这套车机来说 真的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难度 肯定使起来会非常的适常 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苹果手机的自身用户的话 目前确实它整个这个操作流程的这些使用的适配 我觉得还没有做的那么好 那关于它的这个车内有几个小细节啊 就是它的比如说音响系统 它音响系统目前是可以给大家看到 它是写的华为桑的 其实它是一个接牌的这么一个音响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因为它和赛利斯的SF5 在这个车的座椅的头枕上是不太一样的 它在这个部分增加了四个扬声器 就是车头枕的这个有一个音响系统 那根据你里边的设定的这个模式 它可以把这个包括手机的这些通知啊 电话其实可以完全通过这个头枕来传出声音 去满足驾驶员的这么一个 私人的那个空间的需求 那另外呢 最后再说说这套车机系统 整个的操作这种流畅度吧 我觉得基本啊 可以说是目前非常主流 一流的这种操作流畅度 包括它整个显示这些清晰度啊 以及这种界面的样式 我觉得看起来都是比较的舒缓和柔和的 那还有就包括它这些NFC的这些传感的功能 其实是你把手机包括你的这些设备 往这里一贴 它都可以立刻把手机 你现在使用的这些东西 同步传输到这一套多枕系统上 那其实关于这套车机系统 说的可能比较复杂 因为它最核心的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其实华为账号是有一个整体的联通的 但是因为这台车目前没有任何人的归属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深入体验这个 包括它如果说你有它这些制装家具啊 包括手机啊 包括这些整个的一套账号的这种联通的使用感受 可能体验不到 但这个功能我觉得 一定如果未来你有机会真正拥有它之后 我相信其实使起来一定是非常好使的 那关于它的车内的这套多媒体系统 我们也就聊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说最后的这套重头戏 我们开开看 看它的感受怎么样 那现在呢 我们是开上了这台问界的M5啊 因为我们今天只能是在场地内的这种模拟道路体验一下 其实并不能完全代表 今天在城市使用的感受 那关于它的动力系统 其实这一台车和赛利斯的SF5不太一样 那台车是一台纯电动车 但这台车是一个1.5系发动机 加上电动机的一个组合 组成了一个增程式混动的一个系统 那它的最大的续航里程 也可以再达到一个官方数字的接近1000公里 这也是很多 所谓的增程式车型 其实它的优势所在 毕竟能够续航里程更长 那关于它的这套电动机 其实它的前轴依旧采用的是 异步交流的电机 而后轴是采用的泳磁同步电机 后轴的那个泳磁同步电机也来源于华为 那关于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 在最强劲的模式下 它可以达到4.65秒 刚才我大概体验了一下 其实这台车它的驾驶模式一共有4种 就分别是节能舒适运动和个性化 我特地的去感受了一下这个个性化模式 会发现它里边 其实针对加速这个模式会有4个不同的档位 从柔和标准到强劲弹射 那其实关于这4个模式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 其实它的更多的差异 其实是来源于的是脚下的这个油门的 这个踏板的响应的程度 它呢 包括说如果我调到一个弹射模式下的时候 你会觉得脚下有油门踏板 和它那个车辆的关联性非常明显 就是这个动力来得也更加的直接 那另外关于它的能量回收 一共有两个档位 分别是中档位和高档位 我大概感受了一下 其实在高档位的时候 我如果松开油门 你会觉得车辆这个能量回收的状态 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拖拽感 那这一点上其实跟以往 我们像说聊到特斯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种 如果你松开就有很明显的制动的这种感觉 确实还不太一样 那另外呢 关于它的转向模式也是有两种 一个是平稳 一个是灵敏 我大致也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它已经那么回事吧 其实基本是开起来都是一个比较轻和和柔和的那么一个手感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另外一点呢 其实就是关于很多人一定会关注的这个发动机的介入的问题了 那刚才呢 我们也是大概体验了一下 因为这台车的纯电续航其实在不够30公里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也是正式的介入了 就是我也能感受到它前后的一些体验上的差异 那首先呢 其实在它纯电模式下的行驶的时候啊 其实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台车的形式质感还是有一些高级感的 因为毕竟纯电动车在静谧性上一般都做的比较不错的 加上底盘 其实这台车它整个的这些噪音不会有特多的传到车内 所以让我感觉这台车在纯电模式下行驶的时候 还是开起来挺惬意的一种感觉 但是呢 当刚才我们那个发动机正式介入之后 我会明显啊 觉得能够感觉到车辆在前面发动机的有一种低频震动会传到车内 就是我从发动盘那儿能够接收到一些轻微的震动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做的更好一点就好了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放进去介入的时候 车内会有一种比较低频的一个噪音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让你稍微感觉啊 如果就是说这一方面上 如果在纯电上行驶时间长了的话 那个东西会让你比较清晰的可以听见 那关于它的这个驱动模式 也当然可以选择纯电优先 以及燃油优先来提升一个选择 毕竟要考虑它是一个续航嘛 那如果你不需要考虑的话 你就把它切都自动挡就OK了 那最后一点啊 就是我也大概跟大家聊一下这台车 其实整个底盘和这台车的一些驾控的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只能代表一个场地内的使用情况 首先因为我刚才碰到一些像减速带啊 以及这样这个道路上 其实并不是完全平坦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能够感觉到这台车啊 就是它底盘的这种整体感还是有的 但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啊 我觉得悬架表现的并不够特别的整 而是会有一些稍微显得松散的感觉 那这一点上可能会稍微让我觉得影响一些舒适性的感受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台车刚才转向的时候 我也能感觉到虽然它有两个模式 可能让你使用起来转向手感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转向的整个的转弯半径 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大的 如果做小一点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其实关于这台车 我觉得这次让我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提到的两点 第一就是这条车机系统 如果你是一个华为的资深的用户 我觉得这条车机你真的上手非常的快 而且你会觉得亲戚感十足 那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苹果手机的资深用户 就需要你可能适应一段时间 当然了我觉得这条车机好使 是完全一定值得肯定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台车 它毕竟是一个增程式的一个电动车型 所以它的续航里程 确实能达到1000公里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 当然了我们未来如果有这台车了 我们一定会实测一下它能跑多远 但最起码它相比一些传统的电动车型 肯定是在续航里以上上有一定优势 也能够满足更多用户 一方面可以在城市通勤 另一方面呢又可以进行长途远行的 这么一个需求 那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 就是这台车未来上市之后呢 不仅可以从赛利斯店买到 也同样可以在很多商场的 比赛华为店也能买到 所以华为真正的这种深度负能 我觉得其实是给予 这台车一个未来更好的 一个销量的保证 以及它的更好的 那么一个推广的能力吧 好那这次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台车 还有任何疑问 可以到我的编辑博客 新浪微博下有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汽车之家摩托车库 正式上线了 下载最新版汽车之家APP 进入选车频道 点击摩托车库 看图 查架 查配置 做对比 众多工具任你选 快来体验吧 完成 firing 做对比 众有期盾 记者bah 记者